我们看到检查官罪 或者很多的新闻一直在讲 有一个潜在的被告 有一个潜在的证人 还有被告 还有证人 没有错 那么事实上呢 包括今天李文中 这个把它给 借题出来啊 其实问的并不是金华诚 问的是木格公司的 政治现金金流 所以他现在是 兵分好几路在查啊 所以呢被告 你以为被告就到这里为止 金华诚你知道 他现在被告几位 21位 那么事实上呢 就在他21位被告的同时 他今天直接下了最狠的一刀 直接把你查扣你的111亿 这111亿下去 其实整个金华诚的工程 达上千亿啊 但这111亿的土地 一下去了以后 金华诚完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又土地又不能买卖 然后你要借钱的话 银行一定是紧缩银根嘛 我必须评估你到时候 这个工程会不会还继续下去嘛 我又不是攀纳 所以下去了以后会怎样 那么除此之外呢 并不是只有金华诚一个案子 而是因为金华诚 最离谱嘛 所以金华诚诚 392到560 一直到560到840 分两个阶段 现在两个阶段 据我所知 他们是不同的单位在办 这两个阶段继续在传 所以你以为已经结束了 没有啊 如果已经结束的话呢 不会这个得说 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其实现在呢 最不重要的 最不需要借训的人 叫柯文哲 为什么 你继续白头 你继续那个 变得黑头发好了 你满头黑发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请问柯文哲 会不会招任何一个说 我有这个涉案 或是我明知 都不会 是不是你找来问 只不过是问 把这些当事人 其他背高跟证人 所问的东西 比如说 陈文中这个随务所说的 那一天 那你重新再重复一次 你一定否认嘛 或者是 能把这些全部都弄好了以后呢 这些都是 作为未来打官司的一个 等于说 工坊的这个走政战而已嘛 我要是检察官 我就把所有人全部都问好 问满了以后 最后关头再找你来划压 你最好都不要讲 那现在柯文哲如果 从现在开始都不找他的话 你认为依柯文哲 智商157 他会怎么样 他会想 为什么不再找我了 为什么不再找我了 因为很简单 因为最重要的金华城 111亿的土地 已经查扣了 从现在开始 柯文哲不重要 真的出大事了 北检居然申请扣押 金华城的土地 已经获准了 获准就是 这个官司还没有定验之前 不能处分 代表主熟的鸭子飞了 对 没错 实际上今天的最先的消息 是北检申请扣押 这个金华城的土地 而且获准 那为什么扣押金华城的土地呢 简单来说 金华城目前为止现在盖 而且他也在卖 实际上他现在已经在卖了 对 在卖了 已经有非常多的 这个业主已经买了 而且他听说 他的这个卖作率还蛮不错的 可他现在这样一个消息 下来之后 保险谁敢买 没人敢买 不敢买 而且你现在不能够动啊 而且他就说 如果在这个官司没有结束之间 你都不能够做任何的变卖嘛 所以等于是他现在被卡住 这个案子被卡住了 这被卡住的时候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消息是 检调认为说 他土地审进金111亿 都有数字出来嘛 所以就是说你看 检调说111亿这样 是可能跟柯文哲有关 土地他的这个数字 然后现在整个金化成土地 也被扣押 所以看起来的话 这个为什么 这个知识室神经厅真的 已经认罪了 因为你要土地 你要怎么样 你要有相关的状况 所以师傅你说说 今天我要申请扣押 这么大的一个土地 那是非常难的事情 法院要准 一定要有足够的市政 代表在中间 真的有犯罪的行为 你要有土地的行为 你要有贿赂的行为 代表现在不管是土地 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贿赂 市政已经非常明确了 而且他现在要让这个金化成 真的就没办法盖下去 没办法盖下去的时候 宝杰 这样的话 就才能让这个案子继续 要不然的话 很多人就不是就说吗 他就这个一直拖延这个战术 拖延就让他盖到结束为止 现在就没有办法 让你用这个战术 要逼你这样 沈静经理要就范 你要说出来 说出来就当然 这个案子或许你可以拖下去 否则人家真的拖下去的话 你现在不能够盖 不能够动 事实上对谁最伤 对沈静经最伤 他那个利息什么都要照付 所以我来说这一招来说 真的我觉得 目前为止来说 算是一个相当新的一个发展 对 吴董 你以前讲过说 今天真的要让沈静经就范 就是要把他的 这个所谓的命根子抓住 七寸就是金华珍这个土地 就现在北俭居然已经 申请扣押金华珍土地获准了 这下惨了 这下沈静经整个 马上周转回不灵了 因为所有的年代 通通会冻结的 年代冻结 当时他跟星光借了一个 150亿左右的一个土融 那后面还有建融部分 那不可能申请到了 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现金的流动性 就卡住了 马上会有流动性危机 我认为这个案子可能就挂掉了 这个案子挂掉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金华广场就盖不下去了 那会变成台北的烂尾楼吗 北俭居然可以谈判吗 我不知道北俭居然可不可以谈 那按照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当时冲了两个人来了 因为法官认为手上的资料 你算出来图例111亿 它有量化指标出来 它有量化指标出来的话 请问你 那你说你柯文哲 只拿了200万 210万有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有可能嘛 所以这个事情是会 换言之讲 柯文哲的犯罪所得可以推估 那一定是一个天量 一个是天大的数字 非常大的数字 那同样的行贿的数字 也会非常大 所以这个案子略来来讲的话 检方扣押获准的同时 也创造了检方本身的 冲犯的压力 他压力也来了 因为你要把钱找到 因为我相信 这样子一搞 沈静晶会配合 可是柯文哲不会配合 柯文哲也知道完蛋了 他的前途没有了 如果身上的钱 他会愿意交出来吗 不会 所以他一定想办法 把钱藏好 所以未来办案的 进入更玄妙的阶段 这边大家闻到 非常不寻常的味道是 第一个 柯文哲居然拒绝性运行性 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然后呢 沈静晶看起来 他的姿态 他的整个态度 出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变化 而且受到很好的待遇 如果沈静晶这个骨牌倒了以后 你们要讲 他倒了 他的朱雅虎马上就认了 这个朱雅虎认了 会有骨牌吗 那大家其实最好奇是 那这骨牌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 会倒到黄珊珊呢 保安哥我跟你讲 黄珊珊也已经倒了 倒了 上一次谈到金华城的时候 猜猜看是几天之期 几天 我跟你保安哥讲 七天 他已经七天没谈金华城了 不匪夷所思吗 上次就他开记者会 然后在国外的时候 还发一个脸书说 这个是都市计划法 第25条 第24条 还吵那个 从那次之后 黄珊珊再也不提金华城了 但不对啊 原本黄珊珊为什么要提金华城 保安哥 请问是他是为了救柯文哲 还是为了沈静晶 沈静晶 当然是为了沈静晶嘛 因为那个时候沈静晶 还有个想法 就是我要保住龙几率 所以我们外界在讲说 黄珊珊出来叫啥 尾输的嘛 这五百亿我来出议嘛 我来瞧嘛 但我请问一下 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需求 还有没有这个需求 没有了吗 当然没有啦 为什么 因为沈静晶已经浪杠了嘛 所以你说今天看到了 黄珊在每次针对金华城发言 都是什么 都是沈静晶出大事的时候 第一个沈静晶被收押了 还有沈静晶要求我能够聚保救医 那这个时刻 他就跳出来了 跳出来说你不可以将家人取公 第二个跳出来说 那个就是都市计划法的第25条 那是台北市政府主动愿意给的 那个跟金华城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沈静晶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 现在当初雅虎跟李文中 两个人一个收押禁件 一个人已经认罪了 另外一个是沈静晶已经住院了 然后呢 就突然发生一件事情 黄珊珊完全静默 这里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沈静晶原本要的是什么 保住840%的容器率 但你想想看 从他开始喊说保外就医 从他开始喊说 哎呀我需要这个 我们讲去音乐看医生之后呢 包括朱雅虎被羁押之后 黄珊珊就再也没有声音 因为理由很简单 原本是要干嘛 我要保住这个容器率 但如果沈静晶已经跟检方 谈成一定的协定 如果他跟朱雅虎 包括听从沈静晶的做法 也招认了 那代表一件事情哦 过去谈的deal 也就是我们要在外头为事 我们要顽强抵抗 我们要守住这个马其诺防线 介于保住840% 情况下还存不存在 不存在了 因为黄珊珊这个人 他不会做白工的啦 他只听一个人的话啦 这个人叫谁 不是柯文哲啦 就沈静晶 真的假的 他就只听沈静晶 他看钱他扳输嘛 我带你尾输嘛 啊现在老闆没输了嘛 老闆跟前方已经抄好了嘛 我说又输了 你外面带你尾输 没有 所以当然不需要 所以黄珊珊现在要的是什么 赶快我就要撤退 闪得越来越好 浪杠嘛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所有的矛头跟炮火 都即将对着一个人而来 这个人是谁 是柯文哲啊 所以如果我的老板 如果沈静晶这时候 已经撤退了 我黄珊珊我干嘛 我根本没事情找事啊 我现在当然是低调低调再低调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今天到立法院的时候 理论上哦 要干嘛 朝野在大战 你想想看 前面站着一群人哦 结果民众党至少黄国昌 还在那边 哼哼哼 还会这样看嘛 林郭城还会在那边 哼哼哼 还会看嘛 对峙 黄珊干嘛 没有 划手机 他就不断的划手机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啊 像一个局外人一样 对就跟上次在研究金华城 案件用一台电脑在那边 敲敲敲敲敲敲敲 然后前面在打架 他在那边敲 一模模一样嘛 所以对于现在黄珊珊 他考量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金华城这个案件 已经如骨牌效应 完全倒了 而且绝对不能牵连到我 所以我要用时间换取空间 趁着这段时间 我完全不提金华城 希望能够让大家忘记 因为毕竟沈静已经反正 你已经瞧好了 跟检方敲好了 不要咬出我来 就没事了 我先浪杆 再来第二件事情 他另外一个老板叫谁 叫柯文哲吧 那柯文哲得面对到的是 另外一种崩坏 我跟各位讲 如果手机 如果他的对话记录 如果相关的讯息 以及他所拥有的金流 丢出来的话 那个叫做什么 分子级的人设崩坏 保险克 不是整个掉下来 是一寸一寸一寸 跟分子一样 整个都瓦解了嘛 所以黄珊珊 他现在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没关系 我明哲保身 远离雷达越远越好 我从美国回来 我也不要让你们知道 刚才讲是 这个动作真的都影响太大了 竟然认为柯文哲 土地省金金111亿 现在申请扣押 获准了 获准之前 整个土地不可以变卖 不可以出售 那不就整个财务 就会出大爆炸吗 保险人在医院的省金金 看到这个消息 我相信他应该是 身体更加不舒服的 他应该好好想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为什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保险今天的消息是这样 因为这个检方认为说 你柯文哲涉嫌土地省金金111亿 他们都算得非常清楚 他们是用什么 容积率的这20%多增出来的 他认为你土地他111亿 但是因为这是属于国家人民所有 未来要追回这些所谓不法所得的时候 因为我怕你 他也脚不出来 所以我要扣押你的土地 用意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扣押你的土地的时候 这个要法院允许 就没讲法院说 你就扣吧 那扣的话那怎么办呢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话 不论金华城是否继续改建 就是是不是改建 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 因为这是要靠北市府 你的工程可以继续 对已经给他建造 但是坐落在土地的这个官司 在确定之前 不能够处分变卖 也就是说 顶月开发的那个土地 是不能够卖的 不能够卖的意思是什么 它这上面你该再多 你也不能够卖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来说 都是有付产权 有付这个土地的 所以你这样的话 是变成是没办法卖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威京集团来讲 财务一直是他们 非常大的一个痛苦 他们在盖这个的时候 他们的财务压力已经很大了 如果说我不能处分变卖 那你不是要了 威京集团的老秘吗 那如果说 今天北市政府又说 你跟我停建 那威京不就垮了吗 对 没错 而且你看最后还说什么 他说已经根据 这个法院裁定筑记 这笔土地不能够处分一手 所以已经非常确定 他不能够处分一手 已经都已经决定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法院已经裁定 筑记这笔土地了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看北市府 北市府现在到底 要不要继续改建 这是北市府要做的决定 现在可能市议员来说 都会给他施压 都已经这个土地被扣压 你让他盖完 然后搞不好他未来也不能够卖 变成大型浪尾楼 那不如就让他停工吧 不是 现在告诉你这560 你硬要加到840 如果你盖完了 你去840既定事实 是 那840既定事实 难道你要把他给拆掉吗 对 所以未来来说 因为目前为止有这个扣压之后 我相信北市府接下来 可能也会跟进 配合 就是说那就让他先停工吧 等到这个官司 告一个段落再说 那这个压力会落在谁的身上呢 当然会落在沈晶晶的身上 你说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对沈晶晶做了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会让他整个威京集团土崩瓦解 对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用的是土地嘛 土地两个字嘛 不是收贿嘛 所以他可能要说 你沈晶晶可能把相关的 或许目前为止来说 沈晶晶还没有认说 我是真的有行贿他 但是的确 这里面有相关的这个勾连是有的 现在透过这样的方式 对沈晶晶施压 看你要不要讲出真正的 所有的这个来龙去脉 把它说清楚 而且大家现在查整个 沈晶晶的病案的时候 已经不止是从560到840 甚至要讲 你从392一直到了560 这中间也有弊端 也就是你从392一直到了840 那不是只增加了111亿的土力 那个增加的土力 可能到了800亿这么多 800亿这么多 如果真的敢土力 给这个所谓的厂商的话 你至少会收1%的回扣 你说现在大家追究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弊案 真的有所谓的行贿的话 柯文哲 你没给他个10亿 根本不可能 我觉得不止10亿 为什么不止10亿 你简单来算 这个392的时候当时 因为目前为止是840 我们回推就好 840的总销金额 目前为止市场上传是1600亿 所以我们要回推到 如果假设回到392 392的时候 其实价值大概700多亿 700多亿你变成560的时候 已经增加200多亿 然后再从560再增加840的时候 增加500多亿 所以检方这是所谓的案体量增加 检方说的增加20%110亿 是因为这500亿来说的话 大概可以赚300亿 300亿来说20%就是100多亿 所以检方是这样算出来 他算出来估算是相当有本的 好 那我们就跟他讲 他这样估算的时候 我跟他说一个很简单的话 房仲 房仲都收6% 卖方收4% 然后买方收2% 房仲都收6% 你觉得柯文哲 他在这个案子里面 他比房仲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太多 所以他绝对不止收1% 如果你这样来算的话 这么多增加的获利来说 好几百亿 你觉得柯文哲 当时面临到这个时候 他会怎么说 他只会说 你给我这个几千万 几百万就算了吗 不可能嘛 他要花那么大的精神 去搞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他应该也知道 这个案子对他来讲 是赌上他的性命 所以他可能要多少 我认为至少是2% 3%以上 而且你刚才讲 如果现在从 现在检方得到的一个资料 原来你从顶院 你从威京集团里面 你拿的所谓的公关费 根本不是一开始 我们讲的4.3亿 后面还有一个5亿 也就是加起来 是9.3亿的一个庞大金额 流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9.3亿 是我们目前知道 明目上我们可以查得到 应该还有很多明目下 比如说像这个之前 柯文哲不是去 八八会馆 去很多地方吗 还有冷钱包 这些就不是这样 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状况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目前为止 朱亚虎认罪遭到收押 主要是为了追查 金华城第一个阶段 从这个392到560 还有第二阶段 560到840 所以也就是说 他其实有两个阶段 都有行贿 那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392到560那时候 也是科赐福 对 所以就是之前我们在讲 2020年的时候 从560开始 但是在前转的时候 2017 2018年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所以说行贿 不是从560到840 大家一直在真正的 20% 30% 你说根本就小看了 因为真正 庞大力从392到560 那也是一个庞大的 这都是好几百亿来的 亿来亿去 好 媒体又报道什么 你看 沈金星在2017年 就早上柯文哲 瞧金华城的容积案 他说双方在金华城 2019年习登前 还有重量级的地方 是引戒在台北大安区 一处秘密招待所见面 所以后来还有多次会谈 还有在新店附近的招待所 碰面被一个演艺人员撞见 所以他跟沈金星 两个眼睛已经有 直接往来的关系 而且时间点早在2017年 就已经展开了 所以你如果从这些资料 可以看到说 原来柯文哲跟沈金星的碰面 早就在剪掉的眼皮底下 我们这也不是讲吗 之前讲到郑文燦的案子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人家接触 你什么时候买王八级 你什么时候打电话 你什么时候进去 早就已经被监听 早就已经被看到 难道柯文哲跟沈金星也是这样吗 你第一次在大安区的秘密会所 秘密招待所 然后有多次会谈 接下来 你还跑到新店的招待所 这么具细迷遗 所以显见他跟沈金星的关系 不是一开始 我不认识他 或者是甚至后来 就是跟他唱过一次歌 抱歉 不只唱歌 他们还是招待所 还吃了很多吃饭 见了很多吃面 大安区的秘密招待所 新店的秘密招待所 你自己想招待所里面当然会做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可疑的故事 另外一方面来说 我们就讲 事实上以目前为止检调查到 就是2018年有一笔公关费1.8亿 然后2021年有一笔公关费2.5亿 这都是他们目前为止 金华城他们相关公司有编列的预算 另外一个 省金金不是还要求一个跟鼎月要5亿吗 所以就目前为止来说 至少这加起来的话 就是9点多亿 好那如果你对 我们对上这个时间点 对上时间点来说 392在2017年2018年的时候 没多久他就要了一个 1笔1.8亿的公关费 然后顶到560开始便当会之后 没多久就开始来2.5亿 然后他这个建造下来之后 就来一个5亿 所以目前为止这些都算得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两个时间点 跟他们这个金华城的编列相关预算 把它叠加起来之后 还有沈金金要的东西 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间点都完全非常清楚 那你看对沈金金来讲 我当年只有花13亿 到现在为止来说 弄成1700亿到1600亿左右的量体 那我在中间来说 可以赚了七八百亿 这个绝对是他一生要维护下去的 所以他为什么花了那么多精神 那你看以柯文哲的角度来讲 你赚那么多 我给你分一点那有什么问题 你就分个2% 3% 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就是大量的给 而且刚好他也需要创党 他要选总统 然后黄山政府也要选市长 这么多下去来说 当然绝对不会是轻轻的放过 一定是狠狠的咬一口嘛 而且师傅你讲说 今天这个事情最可怕的是 北柬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那当然可以做 对 重点不在于 北柬提出我要扣押你的土地 是的 重点在你获准了 法院没有那么容易 针对人民的财产 刚刚讲的是一大笔土地 这笔土地可能会让整个威京集团 整个倒闭 甚至你有可能会产生了一些 金融上的一些问题 就没有 造干 而且这个讲得非常狠 是 他竟然法院已经注记这把土地了 法院已经注记这个土地 不得处分 在土地官司确定之前 不得处分被判 代表检方已经有明确证据了 而且法院也认为说 这个证据是非常强的 好 那我就讲事实上这个对威京来说会影响多大 宝贤这个官司你要打多久 这个官司矿日费值 搞不好打个五六年之后 五六年之后请问威京还在吗 我们打上个非常大的问号 他为了这笔工程来说话 他有借了非常多款项 他土地来说也要 目前为止也是这个负债的 在经营这些东西 都要付非常多的 这个利息费用一大堆一大 停工对他去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既然好了 我觉得原本沈金金可能还有希望说 至少能保住金华城 但是现在金华城已经没有了 之前不是讲吗 沈金金反正就很皮吗 一笔天下无乃是 反正我就继续盖 你只要不让我停工 你只要不让我进卖 我就继续盖 我就继续卖 如果这个官司已经确定 我倒霉了 反正我房子也盖好了 我房子也卖掉了 你拿我怎么办 可是没有想到 北柬居然釜底抽薪 你卖都不准卖 好那现在还会怎么办 第一个你现在这个金华城 大概很难保住 那怎么办 我现在面临的时候 至少我如果认罪 我可以出来吧 对 如果认罪 我可以蹲得牢 比较少一点 这可能是他接下来的想法 所以他说 为什么接下来那些 猪牙虎 还有这个沈金金周边的人 他们会怎么想 我觉得是接下来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化 不是 你非常熟悉沈金金 我觉得 北柬有听你的讲话 因为你曾经讲过 沈金金匹子啊 一匹天下无乃是啊 反正我就官司打 打了以后 我房子继续盖 我房子继续盖 我继续卖 等到这个官司打完了以后 我房子也盖完了 我房子也卖完了 你拿我怎么办 就没有想到 检方出这一招 你不能卖 不 检方出这一招的 这个意愿 可能一开始就有了 你点醒他们了 但那跟我没关系啦 但是这里面的关键是 构成要件 为什么会复合 我觉得这个是检方跟院方两个之间的沟通的结果 对 让做那么大的一个动作出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吗 非常大的动作 这个问题多严重 你知道吗 首先第一个 本案立刻要停工嘛 对 因为银行要开始收银根啊 所有的年代银行开始停止拨款 如果没有拨款 停止拨款 有拨款的 就要停钱要收回啦 所以你说就算北市府不却发送这个停工命令 他也盖不下去了 他盖不下去 马上就要停工了 这个第一个银行部分了 然后这是对金华城本案 但是这个金华城这个案子的公司 顶月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中石化 占了40% 那中石化所出的资金在这边被卡到了嘛 然后他还有中工也有年代的关系的保证嘛 全卡了 所以整个年动起来的话 会让威京集团造成非常大的流动性危机 那我认为如果人还在里面收压的话 这个集团会面临到倒闭的问题 所以这一招下去 这是白河汤漏漏漏皮 对 小省难逃 逃不掉了 所以我认为 所以这是对省基金的致命一级 这个是致命一级的 这个打七寸 这个整个集团崩溃 整个集团崩溃 因为我对他的情况算是非常了解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认为了 看看检方还有没有空间 检方是不是与战逼合 对 或是说已经取得东西再继续再 再继续再下杀手 我不晓得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沈静金没有选择 可沈静金不都妥协吗 不是讲他都妥协了 所以他现在可以 可以住到医院里面去吹冷气 还可以用连膨头洗澡 所以我认为到医院 因为第一个他年龄大了 到医院来讲的话 对检方办案来讲的话 是一个保障 是一个确定没有其他的意外的一个可能性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对相关的这个所谓的政治献金 这件事情应该有一部分的土石 对 他没有说是完全不配合 他态度基本上是配合的 那第三点来讲的话 这一招 因为现在申请这个也不是今天申请 对 可能早就几天前 一个礼拜前就开始 他想法院已经筑记这个土地了 筑记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是不得变卖的 是的 所以那这个裁判文是今天收到 应该几天前就开始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 就差不多就是沈静金去住院的时间 这个厄运的 这个大的厄运是那个时候 同一个时间发动 所以检方是好几手同时发动 那这个这招下去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沈静金非要彻彻底底的 把柯文哲咬干净不可 你说这个咬干净是把金流交代清楚 他一定要把所有金流交代出来 可是金流交代出来 他只是他有一个 他这里面这个裁判文里面 他的冻结的部分 是冻结这个土地 跟他的土地之间的关系 所以希望在土地部分 快点能够定验 他现在讲了这个东西 那所以不知道 会不会是说 因为他沈静金还有空间 可以跟检方谈判 如果他土石的话 讲更多的话 这个是不是能够给他弹性 这个不知道 我认为这些都是在 这个侦办的策略上的运用 但是以目前的裁判文内容来看的话 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沈静金必须要把 把交给柯文哲的钱 对 金额的大额的部分的钱 交代清楚 但交代清楚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件双雕 他的这个直接伤害是伤害谁 沈静金 沈静金 并没有伤害到柯文哲 所以他这个是撞球 母球打到这个子球打进去了 另外还再打另外一个球 那第二个球 柯文哲不愿意招怎么办 柯文哲如果说死不认账 对 那因为柯文哲 钱不交出来 追赃本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动作 那柯文哲一定不可能把赃款交出来 他的前途人设通通毁掉了 他好不容易在这边等 搞到十年 他只剩下钱了 我只剩下钱 那我认为这个金额一定是很庞大金额 那我认为假设金额是十年以上的话 他就是不交出来 他跟你拼到底 他拼到底的情况之下 打官司诉讼的过程还有很多 他也不排除他将来带的钱走 他可以到美国可以到日本去 他可以有很多方法 因为毕竟他是个有力量的人 但是在这个在追赃 在这个或是柯文哲认罪这上面 会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而且问题是 在这个困难发生之前 省进金的威进集团已经倒闭 所以小白 这一招真的是要害 一级必纵的要害吗 对于来讲 他到底有多少钱 真的就像文统讲的 现在就是逼 现在把金额给我交出来 如果你金额不能交出来 北检根本不能解案 然后这个金额比我们想象更可怕的是 你说阿北至少十亿以上 今天这个案子阿北让他赚了几百亿 而且是冒着坐牢 被关到死 我让你赚了几百亿 那我赚几亿 我要赚几十亿吧 十%有什么过分 非常合理啊 中介都六%了 是不是 好 第二句话 我觉得吴董讲的对了 这个集团倒了了 倒了 可是倒了 可是确替蒋湾安开了一个扇门 因为停不停工 蒋湾安根本就没办法决定 现在就停工了 一定停工嘛 土地都扣押了 那楼地板正在盖嘛 对不对 楼地板盖在土地上 还能不停工吗 那所有的银行会不会抽银根 所以官商勾结的人 碰到供权力 根本没有抵抗力 你看到打到死为止 因为现在台北政府 一直咬着去说 你现在没有法律判决 你不能判决定 他是违法 可是现在法院都敢去扣押 就代表 他已经有违法的事实了 法院跟检察官不一样 法官总是还曾经 把他无保请回过 法官看运气啦 我不要说法官一定可以贯彻 执政党的力量嘛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9.3亿啊 餐前小菜啊 检察官才不满足 好 我知道 我在你节目讲 等一下 等一下 9.3亿我的口嘴 都快掉光了 你说9.3亿 刚刚讲的就是 今天鼎月集团的5亿 加上一个1.8 一个2.5 这加起来的9.3亿 你说对柯文哲 只是咸面的小菜 我的判断 牛排 是什么 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 沈庆金这个被冻结了嘛 他一定全招 他招两句话就好 第一个 他会到海外账户 给他儿子女儿的多少钱 那账户他知道嘛 二 那个江湖上谣传 我也看到一个上海的 做比特币的也传给我 对不对 传给我 他是说1亿美金 当然我是个问号 因为我只有人证 我没有物证嘛 物证 那物证被那个陈严谨 如果抓到的话 那个是多少 29亿台币啦 你当时来换算那个 比特币的钱嘛 如果为真的话 这是个问号 对 为真的话 那是多少钱 那是四五十亿耶 那这个才是 9亿 9亿真的是小钱在里面 几分之一而已啊 难怪佩奇要看 2.1是2.4亿的豪宅 所以佩奇看了豪宅是 我有底 至少我拿10亿出来买房子 对啊 看了好几个豪宅嘛 那他的底气哪里来 底气就来这个来 所以最后阿伯死无仗生之地的 就是沈基金全部咬 咬这两点 两个账户 我给了多少钱 那就死无仗生之地的阿伯 你在讲 李文中的收压觐件裁定书 真的非常耐人寻慰 每一个字都自制足迹 第一个就是刚刚讲的 你违背了第四条 财务制定条第四条 第一项第五块 代表你确定收钱了 不管你是要求 不管你是契约 不管是当面收受 总之有一笔钱你被逮到 否则你根本不可能用这一款 另外一个就是 他说我为什么把你抓紧线 他说你现在还有潜在的 共犯跟证人还没到 你到已经有20个被告了 你已经有20被告 你已经约然这么多人了 你看他的行程秘书 都把他找来了 现在还有还没浮现的 证人跟潜在被告 还有今天大家也查了说 今天威京集团 跟台北市政府之间 只要有大事情发生 就有金钱往来 有金钱往来 金华城就有进展 是 没错 李文中被收压这一件事情 其实让大家压抑的是纯 本来大家都以为 他是办木可案 办政治现金案 结果没有想到 他在金华城案 居然被收压了 他在金华城有角色 是 让大家压抑 他之前是台北市政府 市长是顾问 后来变成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跟金华城案有什么关系 他又不管荣基 唯一有一个可能 他就是帮忙收钱了 那刚好又有一个 送钱的人 胡雅虎 也一起被收压了 所以代表民众党一直讲的说 没有金流这件事情 显然就被打脸了嘛 有钱 所以才会用所谓的第四条 第一项第五款的方式来收压的 而且他是违背职务 来收费的部分 在办金华城案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林周明三度被检察官约谈 对耶 这个林周明代表的是什么案子 除了金华城这个案子 最重要的案子就是大巨蛋 而他在大巨蛋里面 多次指控李文中 以这个所谓的市长是顾问 去威胁文官 要求他放水大巨蛋 所以李文中跟大巨蛋有关 是不是有其他的案外案 正在进行当中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地排除 柯文哲所有跟官商的关系 他掌握的是最清楚 很多柯文哲要去见哪一个老板 其实带的都是李文中 李文中都清楚 所以李文中现在 被列为被告这件事情 我觉得柯文哲真的挫跌蛋 不过我觉得比较 所以柯文哲所有的政商关系的建构 他的窗口都是李文中 都是李文中啊 你知道为了 之前有一个商人 曾经想买过大巨蛋 你知道李文中带着柯文哲 在过年期间 大年初三去他家 而且那个过年 整个春节 整个春节放假 去了三次 去三次 全部都是李文中安排柯文哲去的 这件事情还在媒体 还在周刊上面报道出来 我咨询柯文哲的时候 柯文哲直接说我忘记了 我完全没有 这种事情还可以忘记 是 可是李文中那时候是市长是顾问哦 他就带着他去了 所以李文中到底在现在被羁押 是为了金华城案 还有其他案 还是其他案 不知道 不过我要讲的是说 民众党切割李文中 真的不是一件聪明的事情 你知道李文中在政治现金案 没这么多人 你知道 黄珊珊骂的是谁 骂的是端木正 他怎么样都不敢骂李文中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李文中 是知道最多的人 如果切割了李文中 如果让李文中反目成仇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真的是血流成河啊